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id研究生 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4月12号 星期五 今天是我们整个季中休息之前的倒数第二集 其实我们还会聊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应该算是这个今年 我在季中休息之前 我觉得如果不聊 我会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个题目 今天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下个礼拜一我会跟大家聊聊天 就是季中休息之前的最后一季 我会跟大家聊聊天 聊完天之后 我们的季中休息就会开始了 我其实还蛮有一点点小期待放假的 毕竟我已经像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一整年 一整年多 超过了一年 从来没有让日本大特搜放过假 所以第一次放假 我有一种非常wakuwaku 很兴奋的心情就是了 好的 今天呢 这个我们还是要聊主题 对不对 所以还是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事情 那在这之前呢 我想要把apple podcast所有的回复都回复完 那回复完之后呢 如果说我接下来季中都没有人留言的话 我是不是下一次开始的时候 就会先暂时不用回复 也算是一种放轻松的概念 好的 那这个是 我的朋友在这里 代代木公园真的超大 听到EP272讲代代木公园 我就想到之前去东京时 想要打发吃晚餐前的时间 就带家人跑去代代木公园逛逛 那个时候有看到一个男生 带了大概有10只20只狗在溜 很多人跑去跟他的狗拍照 很有趣 不知道研究生有没有看过这位人凶 我看过很多次 非常多次 其实我以前在台北的时候 就常常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我就一直在想说 那个应该是那个 狗旅馆吧 因为有的时候呢 如果我出去比较久的时候 那当然教授他就会在干妈家啦 但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呢 如果去那种一两天 有的时候就会把他放在 那个狗饭店 狗旅馆 可以在那边住两晚 那通常狗旅馆的人呢 就会带着一群狗出去遛狗 就带他们这样散步一圈 但是我有一点点不太确定 代代木公园的 那一个人是不是狗旅馆呢 因为呢在日本啊 在日本养狗呢 跟在台湾养狗的概念 其实蛮不一样的 真的很不一样 我以前一开始在台湾养教授的时候 我还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那时候就很单纯 在台湾好像养狗的那种感觉 就是家人吧 对 但在日本呢 当然也是家人啦 但是你会有一种觉得 尤其是港区的狗 港区的狗都好有礼貌 我每次只要在 刺板六本木那边的公园 碰到狗的时候 都觉得他们 哇有礼貌到不行 那代代木公园那一个区域呢 基本上也算是在 东京都涉谷区里面 相对来说还蛮好的一个区域 那边环境也相当好 所以那边也算是蛮高级的 住宅区的等级吧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会不会是也是某一个 比方说帮狗洗澡啦 或者是狗医院啦 或者是狗饭店的地方 然后你知道 就是一群狗要带出去溜嘛 但你知道 那个日本大部分都是贵宾 所以贵宾 我一想算下来就想说 他如果牵个十只狗在那里 他等于牵了三百多万在手上 因为在日本其实如果你要去养到贵宾 其实不便宜的 好啦 这个不知道大家如果去代代木公园的话 可能也会看到这个景象 我好像 如果带教授去那边跑步的话 可能大概两次到三次 就会碰到一次 所以应该算是蛮常出现的状况 不算是个小事啦 应该这样讲 好的 再来这一个是超战的节目 五星吹捧 敲碗高雄飞日本航班的专辑 啊 这一集啊 这个日本飞航班的专辑啊 其实呢 我已经都准备好了 而且呢 其实我也都有就是做出一些list来 就是说大概会有哪些 但是呢 但是呢 因为我刚好四月有一趟要回台湾的计划 就是我们会下个礼拜有一半活动嘛 对对对对 我们下个礼拜 虽然是季中休息 但是有活动哦 有线下活动哦 我都差点忘了 我自己没办法休息啦 因为下个礼拜六我们还是有线下活动 好 总之呢 我这一次要回台湾的时候 我就灵机一动 我想说高雄飞日本的飞机 我脑中马上浮现出一个人选 可以来节目里面跟大家聊 因为他平常研究这个研究的很深哦 所以我就决定把这一集先pending 我就不自己聊了 我决定要找人一起来聊这一题 所以高雄飞日本的航班的这一个专辑呢 大家可以稍微拭目以待 应该会在季中休息之后 会跟大家来聊这一个题目哦 应该会是相当精彩才是 但是我还没有录啦 这个是下个礼拜 我回台湾的时候才会录的哦 好 再来这一个是Podcast好好听 研究生好认真在做节目 一开始被节目吸引是节目内容跟日本相关 但能持续保持对日本的热爱 是因为研究生的声音好听 节目内容有质感 不会有一些浮夸又无聊的特效 还有强迫收听的光商服务 希望这样的好节目 能够收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喜欢 也祝福研究生天天生活精彩 继续为大家带来更有趣的发现 好的 谢谢谢谢 非常谢谢你哦 其实你知道 你知道有的时候在节目里面会有人说 我的声音好听这件事情 其实我自己是 不是那么的确定 因为你知道我开始做Podcast之后 我才开始练习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 然后把声音录下来之后呢 就是会剪接嘛 然后剪接的时候又要听自己的声音 一开始剪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习惯啊 就是怎么听怎么不舒服 我真的应该是剪到很后来之后 我才开始有办法认真的就是面对自己的声音哦 然后我最近呢有在偷偷进行另外一个企划 这个企划呢 这个应该也是继续休息之后才会跟大家聊的 那个企划呢 就是我会录音的时候会把自己讲日文的声音给录下来 哇 把自己日文的声音录下来之后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可怕的故事 我已经分辨不出来我日文讲得好不好了 因为你知道那个听自己讲日文的那个声音啊 第一次听到 就觉得原来这个人讲日文是这样子的声音 就很害羞了 然后又会 你知道尤其是日文 其实我现在在做日本大特殊之后呢 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尴尬的事情 因为我虽然住在日本 然后当然平常的生活都会讲日文嘛 然后就碰到很多日本人嘛 但是因为日本大特殊基本上会让我在每一个礼拜花蛮多的时间在讲中文的 所以你知道因为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讲中文这件事情 我脑袋里面就会很容易压缩掉讲日文的状况 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要一切换到讲日文的时候会感觉 哇 日文真的是不知道退步到哪里去了 会有一点这种感觉啦 当然还是能聊天 还是能沟通 还是能工作 还是能上班 还是可以呢 去跟人家谈生意 但是呢 当把自己日文的声音录下来再听的时候 我有点分不太出来自己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 那我那天还问了一个朋友 他就说 如果是先从日文来认识我 跟从中文认识我 感觉像是不同人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 真的还蛮有可能的 因为我自己讲日文的时候 说话方式真的是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语言的关系吧 好 非常感谢 我也希望大家就是 能够从这节目里面多得到一些资讯 我觉得聊一些知识的东西是还蛮有趣的 就是一种看到一个名词 不把它了解一下不太行 好的 今天我们要来聊这一个算是 季中休息之前的最后一个专题 这个专题呢 我们要来聊的是呢 孝性化 孝性化 我真的是非常佩服日经 日经它真的是可以把各式各样的趋势 包装成一个marketing的名词 然后拿出来分享 然后你就一看就知道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所以说呢 这个孝性化是什么意思啊 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聊过孝龄化吗 就是说你在整个日本里面 你会发现年龄 对于事情的喜好差距越来越小 孝性化也是 在这过去二三十年间啊 这二三十年间啊 特别关于吃的东西 男生跟女生对于吃的东西的讲究 对吃的东西所喜欢的程度 也越来越接近了 这篇日经去世的文章啊 他在聊这个男女之间的时候 他其实是去分析 说到底男生跟女生之间 男生跟女生之间 饮食的习惯有没有改变 这一篇文章 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 他的开头 他那个引言真的是非常的打动我 我在想说到底怎么一回事 他说2024年的这一年啊 其实日本的家政课里面的男女共学 就是男生女生都去上家政课 的第大概30年左右 因为最主要呢 是从1993年从国中 然后1994年从高中开始 你就会开始有所谓的家政课 男生女生一起开始学习 所以他觉得这个30年间啊 其实呢 男生的食谱啊 书籍啊 也都在变化 而且现在在日本有非常多 所谓的男性料理研究家 那当然也有很多在料理节目里面 出现男生在煮菜啊 这些都变得非常非常的理所当然 那过去料理好像是一个女生的事情 的这一个在日本的刻板印象 其实已经慢慢的改变 其实我读到这边的时候 我就在想台湾好像也有这种感觉耶 因为小时候在看复培梅 就是觉得是女生在煮菜 对不对 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型男大主厨出现之后 男生在煮菜这件事情的印象 就越来越深了 而且也很多的所谓的男主厨 所以男主厨女主厨 或者是说你在家里面 是男生要煮饭还是女生要煮饭 好像这件事情也开始了改变 所以说他就说 在这个所谓的饮食的意识上面来讲 男生跟女生之间的差距 到底少了多少呢 他在国报航生活优游所的这份报告里面 他就去看说 这个2002年 2012年 2022年 这每隔10年看下来 这20年之间的数据 他们会发现 其实缩小的项目比扩大的项目还要再多 我来看 他一共的数字是 他分析了大概有105个项目 然后这105个项目里面 男女之间的差距变大的有16个 缩小的有35个 那这样加起来有几个 这样加起来51个 所以应该剩下的54个应该是没有显著差距 如果以统计学的概念来讲应该是这样 这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差距的 缩小的有35 然后扩大的有16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一个所谓的缩小跟扩大的结果 从2002年到2022年 这20年间到底差了多少 那首先他在聊的是料理 我们先来看这个到底吃什么东西 第一个他在聊的是味噌汤 哇 味噌汤这件事情还挺有趣的 不知道大家来日本会不会喝味噌汤 我自己其实没有那么爱喝味噌汤 我总觉得味噌汤有一点点太咸 好在2022年的时候 是5.3pt 一直到2012年的3.1pt 我会讲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在2002年的时候 男生是68.7% 女生是62.9% 这两个相差是5.8% 到了2012年的时候 男生其实是有下降的 2012年是从68.7降到了62.4% 女生也跟着降 所以基本上大家是越来越不爱喝味噌汤 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女生是62.9%降到了59.3% 然后再过10年 2022年的时候 男生已经是60.2% 女生是59% 已经缩小到只剩下1.2% 60.2%跟59% 大家应该是真的觉得差距不大了 大概就是差不多6成左右 所以这20年之间 男生降了8.7% 男生降了8.5%的人 开始不爱喝味噌汤 但是女生只降了3.9% 我就在想这件事情 因为女生本来喝味噌汤 就比男生少 所以说女生只降了一点点 但是男生降的非常多 我不知道大家在过去这20年间 来日本喝味噌汤的时候 你有感受到你跟日本人一样 越来越不爱喝味噌汤吗 然后或者是男生的话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差距比较大呢 或是女生 你会觉得差距比较小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 味噌汤是一个非常好看 非常好理解的 好 再来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酱菜 就是那种烟菜 烟漬物 这种烟漬物在2002年的时候 男生是59.7% 女生是58.9% 什么意思 就是只差了0.8% 就是差的非常的少 几乎不管是男生女生呢 喜欢吃酱菜的程度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大概都是六成左右 也一样的 开始大家下降了爱吃酱菜的程度 到了2012年的时候呢 男生从59.7% 降了10% 降到了48.7% 降了11% 女生的部分 其实降的比较少 它只从58.9% 降掉了51% 降了大概是7.9%左右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就已经扩大了 因为女生降的比较少 男生降的比较多 到了22年的时候 2022年的时候呢 男生啊 又继续降到了41.6% 然后女生呢 降到了46.3% 46.3% 这两个差距呢 差了4.7% 差了4.7% 从2002年 男女之间的差异呢 只有0.8% 一直到了2022年的时候 男女之间的差异 已经到了4.7% 表示说 男生越来越不爱吃酱菜的程度 是比较大幅度的 女生当然也是越来越不爱吃酱菜 但是那个幅度没有这么的大 这件事情 其实让我有一点点小问号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对于吃这种 腌制物来讲 在日本的概念来说 其实很多的时候 你都是拿来配饭吃的 我一直到后来 有一阵子在 听那种营养师的东西 我才知道说 好像在吃东西的时候 饭要最后吃 你可能要先吃肉吃菜 最后才吃饭 那所以这样子的概念 会造成什么样子的概念呢 就是说 因为你最后才吃饭 你总不能什么都不吃吧 那日本人的习惯呢 其实有的时候饭呢 他真的也是最后吃 而且就配酱菜 他们比较 我也不敢讲所有人 因为我发现 我最近很多朋友 日本的朋友 他其实吃的时候 也不会刻意的 把饭最后吃 但是以前 我好像看到的比较多 以前你比较会看到的 就是说 菜都吃的差不多了 最后吃饭的时候 再来配酱菜 或者是说 在吃拉面的时候 很多人会吃完一碗拉面之后 就吃一碗饭 然后配酱菜 这个也是一些吃法 总之 我自己觉得 酱菜这件事情 在日本来讲 应该还是蛮重要的 男生吃饭的比例 我总觉得比女生多一点点 所以我总觉得 应该是男生 比较爱吃酱菜一点才对 结果不是 到了2022年的数据里面 女生爱吃酱菜的比例 是比男生多了4.7% 这个我真的是蛮有趣 我下一次去吃饭的时候 我要来稍微观察一下 到底男生跟女生吃酱菜 有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你看 这种性别上面的差异 缩小或是增加 你会觉得说 是男生在往女生靠拢呢 还是女生在往男生靠拢呢 大概会有一种 蛮有趣的 应该是男生影响女生 还是女生影响男生 毕竟吃饭这件事情 应该男生会跟女生 一起用餐的几率 应该是蛮高的 对不对 你不太会说 我是过去这20年当中 男生只跟男生吃饭 女生只跟女生吃饭 应该不至于 所以你会去观察到 跟自己不同性别的人 在吃饭上面的习惯才是 好 再来我们来看喝酒 喝酒这件事情挺有趣的 他说喝酒这件事情 在过去这20年之间 女生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20年之间几乎都是60%左右 但是男生的部分 从81.8%降到了75.5% 你知道降了6.3%的意思就是说 男生大概就是这20年间 大概降了6.3%的人不喝酒 这件事情其实挺有趣的事情是 2012年是81.8% 2002年的时候 我还在日本念大学 那时候还在当大学生 真的是很爱喝酒 日本真的好爱喝酒 我记得我那时候 因为日本的喝酒是20岁 所以大一大二 原则上是不能喝酒的 我先讲的是原则上 有谁在喝我就不说了 我自己是没喝 我应该到20岁之后 才有开始喝酒 在日本的话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 很爱喝酒的人 所以就是有一个借口 可以挡酒 我就觉得很不错 所以在没有满20岁之前 所有要要我喝酒 在日本的情况之下 我都会说不能喝 不能喝 所以你知道那在卖酒的 或便利商店 如果在学校附近 看到是学生 一定会看你的证件 因为他就是知道说 大学生里面 大一大二 基本上18、19岁是不能喝的 然后20岁才能喝 好我们这个有点扯远 81.8% 这个是非常惊人的数字 但是呢 这你就会发现是 男生几乎没变化 但是女生变化了 那因为女生 说错了 因为这个是女生几乎没变化 但是男生变化了 也因此呢 你会发现 消性化的这个状态有发生 但是女生没变 只有男生一个人在动 好这个是喝酒 喝酒是男生 慢慢往女生靠拢 他就聊了另外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 是女生往男生靠拢 这个喜欢做饭这件事情啊 男生呢 在20年间啊 大概都维持在27% 27%感觉是不太爱做饭 因为27%等于你看 满分是100% 才27耶 那女生呢 在2002年的时候呢 是46.1% 在2022年的时候 降到了35.4% 降了10.7个百分比 也就是说 女生降了10.7个百分比 但是男生几乎没有变化 这就是女生往男生靠拢 然后就缩到了呢 7.6% 男生不爱做饭 女生也越来越不爱做饭了 大家都不爱做饭 做饭这件事情 有时候真的也是蛮麻烦的啦 不过在日本呢 我总觉得不做饭 应该是没有办法解决日常生活的 因为在台湾啊 我每次回台湾 其实吃饭的时候呢 就是其实都吃很简单 常常就切个黑白切啊 喝个汤啊 吃个简单的面 一餐就结束了 在日本没有办法这样结束耶 在日本就是 我好像是在想不太出来 有什么便宜清淡的东西 因为如果当观光客 吃个松屋 吃个两三天还可以 但是你坐在这里 你不可能每天吃松屋吧 那松屋基本上也是蛮咸的 我觉得日本基本上都偏咸啦 所以在日本想要吃比较清淡的东西呢 大概最后的结果就是 只好自己煮饭 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在这20年当中 大家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喝酒是这件事情 男生越来越不爱喝酒 所以男女之间呢 就开始缩小了这一个差距 煮饭这件事情呢 女生越来越不爱煮饭 所以呢 也往男生靠拢 然后这差距也越来越少 好 再来另外一个哦 就是所谓的减肥 就是节食性的饮食 就是不要吃太多 刻意的去调整饮食 女生在过去这20年之间 大概有20%的人 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20%几乎没有变化 但是男生呢 男生呢 大概从9.8%增加到了13.7%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男女之间的差距啊 从10%就缩短到了7.1% 这个是所谓的就是比较节食吧 就是不要吃太多的东西 好 再来 这个所谓的在一边吃饭 一边喝酒这件事情 一边吃饭一边喝酒这件事情 在过去这20年间呢 女生增加了大概1.8% 从21.8%增加到了23.6% 但是男生啊 男生减少了7.4% 男生的减少是从45.9% 然后呢 降到了38.5% 也就是说 这一边吃饭一边喝酒这件事情 女生是稍微有点增加的 但是男生有大幅的减少 那这个就是呢 男生往女生靠拢过去了 这个应该我就是说 如果男生开始越来越多去注重 吃东西不要吃太多 稍微节食一点点 那当然吃饭的时候 也会顺便减少酒精的消费吧 这两件事情应该是有一点点相关的 我这边看到它有一个数据 我觉得相当的有趣 这题叫做呢 觉得在公共场合站着吃 蕎麦面很丢脸 这件事情女生大幅减少 从2002年的28.2% 降到了11.6% 大家已经觉得不会丢脸了 然后男生的部分 大概是从4%降到2% 男生本来就不觉得说 就是站着吃蕎麦面很丢脸 但是女生本来觉得 所以大概这个差距呢 就从24.6%降到了9.7% 这个就是女生往男生去靠拢 吃蕎麦面 站着吃蕎麦面这件事情 会不会很丢脸这件事情 我好像很少站着吃蕎麦面 我站着吃蕎麦面 几乎都是在车站 就是日本有很多车站呢 就是在月台上面 转车的时候 它会有卖一些热食 尤其在九州 九州还蛮多的哦 我那时候应该好几次 站着吃蕎麦面 都是在月台上面吃的 我没有特别觉得女生怎么样 我是觉得不丢脸 但是我还蛮讶异的 就是女生会觉得丢脸 那当然啦 觉得丢脸这件事情 也是慢慢的降下来 这个我就觉得 跟所谓的女性社会进步 是有一点点关系的 毕竟你看 2002年那个时候呢 专业的主妇 或者是说两个夫妻 都要出去工作 这件事情呢 其实数量是差不多的 但是到了20年后的现在啊 其实呢 两份薪水的家庭啊 其实是专业家庭主妇的两倍多 女性工作的人数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如果你又要工作 又要管家务又要育儿 变得很忙碌的话 我觉得饮食行为 应该是无论如何 都得改变吧 不知道大家平常在台湾吃饭的时候 有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 男生跟女生吃饭的那种感觉 不太一样 我觉得在台湾 我真的对于这个意思是真的是蛮低的 我很少会去有一个下意识说 这家餐厅好像是男生吃的 或是这家餐厅好像是女生吃的 但是在日本哦 我觉得这一个现象其实还蛮严重的 我几乎大概走到那个餐厅的门口 然后瞄一眼 我大概就会知道说 这家餐厅呢 它最主要是想要做给男生吃的 还是想要做给女生吃的 又或者是说 他今天有非常的努力 希望男生女生一个人都可以进来吃 又或者是说 他会希望这个餐厅基本上是给couple吃的 很多的餐厅都感觉得出来哦 尤其是像什么拉面店 有些拉面店呢 你真的很少看到女生在排队 但是有一些拉面店 你会发现女生的接受度还蛮高的 我倒是觉得 在这种餐厅去设计 给男生吃给女生吃这件事情上面 在日本我觉得算是蛮严重的 也不是严重啦 就是说你可以看的还蛮清楚 它是有分出来的哦 我其实觉得这样子的分众啊 其实可以达到一些满足吧 就是说 反正我就已经放弃男生了 我就专门针对女生 所以他就可以把 里面所有的 不管是服务啊 装潢上面 就是尽可能的去符合女生会想要的样子 这也是一个呢 我有时候在日本在想的 因为日本其实在过去这20年之间啊 男生跟女生所谓的男女平权 又或者是不管在工作上面啊 或者是家庭啊 或者是生活上面 其实整个现象都有很大的改变 最近我也看了一部日剧 我应该很多人都有看过 那个极度不妥哦 就在讲这种从昭和到令和的改变哦 男女之间的那种平权的意识越来越强 男女之间的那种平等性越来越强 我们又可以从今天的节目里面 大家可以听到说 在吃东西这件事情上面来讲 基本上绝大多数都还是以缩短距离为主 我刚刚讲到说 扩大的有16个 但是缩小的有35个 缩小的无论如何 都还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反而对于我对于有的时候 日本的那种餐厅里面 有些餐厅只有男生 有些餐厅只有女生 我觉得中间还是有一个 小小的违和感在这里面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 扩大的那一个部分吧哦 好了 大家下次来日本玩的时候呢 可以左右稍微观察一下 男生跟女生吃东西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你也可以想一下 你如果在台湾的话 有没有看到台湾也有 这样子消性化的现象呢 好了 我们这一节日本大特首就到这边了 喜欢这期节目 不要有新好评也追踪我点帅 就我们下周一见哦 拜拜